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牛翻天牛肉麵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創立於1989年30年的湯頭 每一口都是回憶 隔壁還有一個澳門普世蛋塔 應該也蠻好吃的 好,那這邊就有牛翻天的小故事 來自大陸安徽省淮南市的第一道小吃 可以按暫停鍵看一下 用餐區大概就是四五桌 好,那桌上有寫有獨特的辣椒油 等一下試試看 好,不好意思,那我這個內用的 我叫那個最經典的牛三寶 好,來給我 謝謝 既然寫說開了30年之前是在別的地方對不對 嗯 好 好,那這邊就有好幾種可以參考一下 好,那這邊就有好幾種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最貴 沖頂就是230 好,這邊就寫30年 那之前是在別的地方嗎 OK啦 好,那營業時間在這邊 週一到週六 十一點半到兩點半 晚上五點半到十點 週日公休 好,湯匙筷子在門的右邊 好,然後他們有賣這個獨門辣醬 等一下蒸蒸看看好不好吃 好,那跟桌上一樣就是 牛肉跟牛肚這些蘸辣椒醬會很美味 辣椒油 好,那麵一上桌就會先收錢了 我這個是230 那麵就是有牛肚、牛肉跟牛筋 好,還有白蘿蔔跟紅蘿蔔 那現在吃吃看 他是說是用 沒有講的話就一律用上海白麵 好,剛剛問老闆娘說 之前是開在大陸了 哈哈 OK 嗯,湯頭很棒 湯頭就滿滿的是這個 牛骨跟蔬菜的甘甜味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很鮮甜 好,那就蒸蒸看他這個辣椒油 說 要沾個辣椒油 嗯 好厲害喔 這肉也是燉煮得很柔軟 嗯 嗯 入口很香 香噴噴香噴噴的 嗯 很紮實的口感 好吃 這一塊肉油脂比較少 吃起來略略有帶點柴的感覺 但是燙頭很棒 嗯 嗯 嗯 這塊不會 上一塊會喔 這塊不會 再吃個短油短油的牛筋 這個辣椒也跟我媽做的真的好像 哈哈哈哈 嗯 油破辣椒 喔唷 滑掉了滑掉了 嗯 牛筋味道很好 好吃耶 剛剛這個小姐講說還可以再續湯 嗯 很好吃耶 嗯 牛筋就像果凍一樣的口感 非常的棒 好吃 牛筋也好吃 它還有一些香料的香味 但是說不出來是什麼香料 好 確實厲害 牛筋端優端優的很好吃 喔這家店在大陸應該是牛肉麵專家 嗯 好吃 好這辣油直接加進去 牛筋也很好吃 加辣的話它味道更好 那湯頭剛剛講過就是 蔬菜跟牛骨湯的甘甜味 很棒啊 辣椒的味道很香 然後不會很辣 嗯 嗯嗯 嗯嗯 其實牛麵味道煮的跟我媽的味道很像 但是因為我媽年紀比較年長 所以她現在越來越少做菜了 嗯 我要算對我要算錯的話 我就要不要 好真的好吃啊 這是這個外省式的牛肉麵的味道 然後充滿了這個 蔬菜牛骨還有香料的香氣 然後麵條就是那種家常麵的麵條 嗯 很好吃 然後麵條就是那種家常麵的麵條 很好吃 嗯 好這個辣油真的值得拍一下喔 裡面很多種香料 剛剛有看到有八角 欸 現在又撈不到了 剛剛總之就是有看到有八角 這個喔 好 辣椒油也是蠻講究的 好那這個牛麵真的很好吃啊 個人掛保證 好那分數是90分 欸不對應該是老闆娘掛保證才對 哈哈 我現在吃到是蠻好吃的 嗯好吃 嗯 口味很好 就等各位來品嘗 這個湯頭味道真的是很棒 牛肉麵要好吃就是 湯頭 牛肉 跟麵條 三個 主而何而為一 就是一個完美的牛肉麵 三樣都是非常的重要 好那這家店 我覺得就有做到這個要素 然後牛肉麵也不會很貴啊 好那老闆娘也蠻誠懇的 讚 好廚房蠻乾淨的 個人覺得蠻不錯的 阿藥 好謝謝 好那個人覺得是非常優質的店家 可以來吃吃看 跟我上次在這個華西街觀光夜市 吃到的那個安徽牛麵味道是差不多的 這個清湯真的非常棒 清湯沒有被麵條影響 這個湯頭喝起來就更甘甜 充滿這個蔬菜的甘甜 跟牛骨湯的味道 非常非常棒 單單這個湯頭我是給滿分 這個湯頭真的很棒 好喝 好那個人覺得這家牛麵店真的蠻好吃的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好那警戒就來到台北市 是外婆的茶屋 是外婆的茶屋新意 裝禁店 好那他們有名的是紅豆餅 除了紅豆餅的口味 也有飲料的口味 好 好老闆你好 那我想要一個紅豆餅 您現在說有什麼口味嗎 我們現在有奶油紅豆奶油黑糖 巧克力布朗尼 然後還有芋頭鹹蛋黃 玉米濃湯 抹茶白芋跟紅豆餅 應該芋頭鹹蛋黃比較特別吧 芋頭鹹蛋黃不錯 然後奶油那個 芋米濃湯也不錯 好那我要一個芋頭鹹蛋黃好了 謝謝 放就好嗎 對 28元 好也蠻平價的 好謝謝 送你五十元 好這邊也有寫他們 喔早上就有了 好這個招牌真的倒是還蠻漂亮 好謝謝 好那就長這樣 好那現在就試試看 拍到這個很漂亮的招牌燈 好因為我就不進去 因為他裡面的音樂聲音還開蠻大聲的 好現在吃吃看 還蠻不錯的 不會過點 蠻香的 好 好 好 因為剛剛有人從門口經過 所以暫停了一下 蠻好吃的 蠻實在的料 然後28塊我認為就是中等的價格 還不錯 蠻實在的 好吃 好那個人覺得是 88分 可以來吃吃看 好這邊有些小標語很有趣 有種餓叫做 外婆覺得你餓 你的苦我不懂 但是我的甜你吃了就懂 哈哈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祝各位有愉快的一天 掰掰